军臣一致认为 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 元丰元年岁首十月 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 十八万骑兵分十二步 浩浩荡荡 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 也将为即将举行的风扇大礼做准备 风扇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 只有开启圣时的圣德帝王 才有资格行风扇礼 经过一番准备 元丰元年冬十月 风扇大典拉开了序幕 十日武帝乐兵十八万北巡 继皇帝领 四月武帝登上泰山 风扇大典正式开场 祭祀时 谭家五色土 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 古乐队齐声走乐 漫山遍野 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真琴异首 礼毕 武帝远眺大好河山 新潮澎湃 思绪万千 风扇礼后 武帝在明堂大会群臣 宣布以此年为元丰元年 风扇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 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 才有资格去参加风扇 汉武帝呢 他举行了大规模的风扇活动 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 就是丰功伟绩 盛极而衰 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 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 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人物后 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 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 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炬 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费力事件 和全国百姓风起造反 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 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 必须提前改弦更张 征合四年 武帝颁布了轮台照 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 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 举其要者 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 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 对外关系上 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对于广大百姓而言 从重负凡义转向轻摇薄腹 轮台照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最挤照 汉武帝到了晚年 沉稳持重 头脑清醒 他并没有鞠躬自傲 不可一世 而是以雄主身份真切自责和痛悔自己的失误 从古到今 这样的帝王能有几人 1977年8月 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公社的汉代风碎遗址中 出土了一些木剪和文物 这些剪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 它长三十七厘米 每一面都有用墨写成的历书 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后援二年五帝临终时的遗诏 在这个招书里面他也提到了 一个是让老百姓过上好的日子 就是说 务农丧 作为政府来说要宽这个伯父 摇一摇轻一些 招书和武帝后期所作的秋风词和这个会议轮胎招 它对这个风格的特别相继 都是这个什么的比较豪迈的一种文词 而又带一些悲伤的一些情感在里面 从颁布轮台最级照到发布遗诏 相隔近短短两年 岁月争容基于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 真是太短太短 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他显阳如雪 求方贤良 举用贤俊茂财 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 他兴奢太学 整治礼仪 改办立法 协和韵律 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得以扬善 行以承恶 得行并用的汉家制度 他堪定外患 开拓疆域 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但他的一生也备受争议 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独武 征法不休 到武帝末年 全国户口减半 国家濒临 灭亡的边缘 历史人物中 有一代人物 有百代人物 如果说汉高祖创纪立业是一代人物 那么汉武帝的文质武功 影响千古 标秉史册 他就是百代人物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 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 军事家 公元前87年 汉武帝刘彻驾崩 享年七十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